今天是第二次的胡老師演講 也是最後一次 如果上次沒有把握 請再珍惜這個機會 那胡老師之後 我們還剩下四場的課程就結束了 那大家再檢視一下你的手冊 那沒有什麼特殊用的時間到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掌聲 歡迎胡老師 我們見 謝謝 各位好 很高興有看到各位 今天上次從啟聞到歷史主義 今天我在把歷史主義的思潮 它的內容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跟各位講一下它的危機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歷史主義 對負數的強調之下的一個反應 那特別是在德國是這樣的情形 公立主義 公立主義很明顯的是啟蒙思想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公立主義 我們不能說它有什麼好或是不好 它是追求快樂 追求付出 追求人的安視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絕對的一個最高的一個價值之下呢 它同時會堅固 它是說 道德 道德 跟正義 跟社會上的其他的 我們說倫理的 的價值 只是其他的倫理價值 或者是社會的正義 不是放在第一位 或者是人的自由 人的平等的這些價值 不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它在最大多數人 最大利益的前提之下 有一些價值的原則 因為不是最高 所以是可以犧牲的 我們說這個浪漫主義呢 會強調的是文化的價值 是自己文化的特色 它不會像傾文 相信有普適性的一些原則跟價值 它也很少談人性 人性是追求普適性價值的思想裡面 最常出現的 人性怎麼樣 就是 不管各個民族 不管各個時代 人性就是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說很標準的普適性價值 裡面的一個概念 那不講人性講什麼呢 他們也不相信有人性 人性或者是他們 知道有人性 可是呢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個別性 是個別性 是民族性 是特性 每一個文化 不管是每一個時代裡面的文化 或是每一個民族的文化 它的特性 是更重要的概念 那這些特性呢 那這些特性呢 這個活動 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 更為明顯 那這個原因呢 也是因為它的社會 是一個很窮的社會 它沒有殖民的活動 也沒有 也沒有 早期工業化 沒有帶來的那種複屬 那殖民 所帶來的對世界的知識 跟全世界的財富 集中在倫敦 集中在巴黎 那種那個力量 這是不得了的 那德國沒有 那德國呢 有的是什麼呢 悲情 我們有文化 我們有特色 那他們只注重功利 他們有的只是文明 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 在十八世紀的後半夜 的一種 我們說經濟落後 社會 還是 在這個 比法國 比英國 還 我們說 接近 那個階層制度 封建制度的狀況之下 他們發展出 他們很強烈的 我們說 對天才的強調 對個別性的強調 那這些超越很多 中產階級 在德國是沒有中產階級的 我上次也提到過 德國有的是知識階層 是他們叫做 英 美國英文人叫做 German Mandarin 就是 德意志的士代夫 德意志的士代夫是什麼呢 德意志的士代夫 就是 德國 他們沒有中產階級 因為他們沒有殖民 沒有工業革命 沒有真正的 那個 一個 很強有力的一個階層 沒有這個階層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個社會的中間 社會中間是他們的知識分子 就是文化人 教授 或者是教會裡面的牧師 那些都是 都是所謂的 這個社會裡面的忠誠的一個力量 那 只有這些 這些人 那 也難怪這些人強調文化 因為他們想要在自己的社會裡面呢 自己社會裡面呢 佔有一席之地 那自己在這個社會裡面 那個 還有很多貴族的力量在裡面 怎麼樣可以佔一席之地呢 只有強調文化 只有說文化的特色 我們得一席文化的特色是什麼 只有強調文化的特色 才能夠跟那些有高貴血統 並且那些貴族呢 也是國際通婚的 他們根本沒有邊界 他們也可以講法文 也可以講俄文 也可以講什麼 就看他們跟誰結婚 也可以講西班牙文 那他們很多 是超越國界的 那那些人 在這個 比如說普魯市的政局裡面 他們要爭取他們的政治權利 那他們說我們血統怎麼樣 或是我們身家怎麼樣 那可是 那個中產 就是社會中間的文化階層 那個知識階層 他們怎麼樣爭權呢 他只能說 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 這個民族的特色 是在文化裡面 才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文化 誰有文化呢 就是我們有文化 所以他們是理所當然的 民族的代表 這個民族的代表 他們應該在 我們說在 行政權裡面 有更大的 我們說 佔有率 那這個是我們講到 文化 這個概念 他們這樣強調 一方面是對外 針對文明 針對法國跟英國 他們的經濟的強勢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對內 自己的知識階層 社會的中間 他們要跟貴族 要跟舊的王室 要爭取他們的權利 政治的權利 所以文化有這個概念 有學術上的意義 它強調的是個別性 個體性 不再強調普遍性 那在實際的社會 政治上面呢 有三十五兩種 這個實際的意義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落實在 歷史的思想裡面 那歷史思想 或是我們講的史學的思潮 其實都是從這個 一些基本的概念裡面 延伸出來的 或者是它也反映著 這種基本的概念 對個別性的強調 對文化裡面的特質的強調 我們看什麼呢 我們看 看 看 洪寶德 1821年的這個演講 洪寶德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說這個人 他是 他是 他的弟弟 他有個弟弟 也是很有名 叫亞歷山大洪寶德 他是 威延洪寶德 那亞歷山大洪寶德 他是 他 有個電影叫 《藏良世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 他是地理學家 他環遊全世界 然後 也 也在 在這個什麼 地理 就是 大陸飄移 就是 板塊的飄移上面 他提出了他 我們說重要的 幾乎是決定性的 一些觀察跟理論 他的弟弟 非常有名 他自己呢 也是政治家 也是教育家 也是語言學家 他是洪寶大學的創立人 那 1821年 所做的演講 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他 裡面所講的東西 到後來在19世紀的史學 幾乎都是根據這些 他所講的東西 繼續發展下去 這邊提到 賀德 我上次也講過 賀德 他的 他 在一篇 他1774年的 論文 也是一個 人類歷史的哲學 這篇論文裡面 他強調 這個 文化的價值 或是 人類史的進步 不是 只是一個 物質 生活的 直線的一個進步 它是 每一個時代 跟另外一個時代 它都有它同樣的價值 那這些價值呢 它比喻 就是每一個 時代的價值 就像每一個球 有它的重心一樣 那它的價值呢 是 直接由神 加以保證 每一個文化也是一樣 那這樣的觀點 已經跟啟文 已經非常非常不一樣了 它否定掉一個階梯性 直線性 不斷上升的 這種進步的觀念 那這個 歌德呢 剛開始的時候 非常崇拜 也非常崇拜 拿破仁 跟各位講過 講過 他非常崇拜 可是 可是 他到了後期呢 就是拿破仁稱了皇帝 他這個原型毕露 本來說 他是啟文 他代表自由平等 代表混合的思想 可是呢 他 到了 1807年 1808年的時候 他居然稱帝 那這個 又回到封建思想裡面 所以在 我們說 貝多芬在 在 歌德這些早期 非常崇拜他的人呢 也都轉了向 就是覺得說 這個人 其實 也不怎麼樣 導致相信說 這個人帶著軍隊 到我們 我們的國家來 我們自己也應該要 要振奮起來 那 同時 這個歌德所在的時間呢 也是一個文學上 一個 我們所謂的黃標時期 強調的是天才 強調的是英雄 那 所謂的天才呢 就是 不被世俗的規矩 所限制 而具有超凡的創造力 的那種 那啟蒙 是非常強調 機率 規矩 跟底性 所有的這個 底性 規矩 秩序 落實在法律上面 法律 保證社會秩序 其實這是 中產階級的一模 中產階級 他們做生意 或者是 社會的 貿易的行為 根本的一個基礎 就是 秩序 包括宗教 他們宗教 凡是 宗教 否定 利息 像天主教 存在的價值 或者是 道德上的 容許性 或者是 有那個 輕 我們說 asquetish 就是 輕 禁欲性的理論 都是 中產階級的意義 所不相合的 好 那這個 天才的概念 是基本上 是 超出了 這個啟蒙的 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範圍 他不要 真正的 連隔的機率 他要 曠世不拘 的 創造力的 這個 有無限 那這些東西呢 都 在這個 洪寶德的 我們說 思想裡面 都繼承了下來 他 一到二十年 寺院 有一篇 東西 是論史家的任務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被後人 就是不斷的引用 他的這個想法 也不斷的 在 在很多的 我們19世紀的 德國史學家 的作品裡面 跟思想裡面 不斷出現 所以我們說 他是 他是 歷史主義 就是19世紀的德國史學 後來我們稱他為 歷史主義 他們自己沒有說 我們是歷史主義的史學 從來沒有這麼說 只是到了 19世紀末 這個史學 這種史學的 這個寫作方式 跟研究的方式 被人覺得說 哎呀好像不太對嘛 這樣子寫史學 就是 理念的史學 一直寫政治史 一直寫 大人物的理念 那這樣的史學 好像不太對嘛 並且 那個也有 相對主義 我後面會再提到 相對主義 那那個時候 他覺得這樣 不太對的時候 他們給了一個名詞 說19世紀的史學 是歷史主義的史學 就是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你不管是一個制度 你說制度好不好 他說我們現在來看看 他怎麼樣變成這個樣的制度 就從他的淵源演化 來了解他 來判斷他 淵源演化 你一看他 他的發展是這樣子 有道理 所以這個現存的制度 都有他的歷史發展 所以現存制度 都有道理 所有存在的都對 那這個也對 那個也對 那什麼是真正對的呢 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從歷史上面 來解釋他的發展 都有他的歷史的根源 有歷史發展的淵源 跟歷史的根基 那這個呢 就在19世紀的末呢 大家覺得說這樣子 那價值到底是 真正價值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相信什麼呢 那你就相信任何 社會存在的東西就好 那這種呢 我們說 把任何事情 用歷史的觀點 來加以觀察 來說明他的價值 那這樣的一個史學 在19世紀末 開始懷疑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稱它為 歷史主義 那這個歷史主義 那這個歷史主義是 後人 就是 給這個 我們說 浪漫主義時代的史學 的一個名字 好 它是 等於說是 一個 那個歷史主義的 那個歷史主義的任務 我們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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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主義》的任務 我翻譯過 是在 刊在1990年西洋史幾刊 那我在這邊會寫 它的 它的 它的業術 所以你們如果 我引的這個東西呢 你們要看的話 這個是它的業術 好 我們要了解這個 這個 歷史主義到底是 怎麼樣一回事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經典的作品 這個《論史家》的任務就是 最經典的 那如果你們看這個經典呢 那別人以後 有人告訴你們說 歷史主義是什麼 那你說 欸 你不要扶我 我看過這個經典的 那個經典的句子 我都還記得 那你們就不會被人家 被人家輔助 那它 好 所以我選了一些 這個 這個 洪寶德的 我們說《論史家》任務 裡面的這個經典的句子 讓你們直接 去接觸歷史主義 或是那個十九世紀的史學 那到底是怎麼想 那不管是其他人 怎麼樣解釋 你都可以判斷 他解釋了 好還是不好 對不對 好 第一個很簡單 歷史家的任務 在描述以往的事 OK 描述 以往的事情 那 一切發生過的事情呢 讓我們還能夠觀察到的 只是一小部分 因為 史料留下來 只有一小部分 另外還有一大部分事情 我們只能借著感受 掌握他們 有很多東西 是在史料之外的 歷史世界的真實性 要靠上述那些 歷史世界中 看不見的部分 那個史家一定得 偏進去的部分 史家用自身的電腦 將原本無法以感官 這些技術的事實 受到出來 感官是什麼 感官就是我們的眼睛 用我們的耳朵 用我們的手 就是五官 去感覺到 說 上面寫的這個東西 寫的這個東西 可是呢 不夠 真正歷史 歷史的 我們的真實性 真正重要的是在什麼呢 是在這個背後 他說 這個東西呢 那個背後的東西呢 不是我們自己用眼睛可以看到的 或手可以摸到的 在史學的材料 就是史料上面 你要 再走一步 場地戲 利囊 有個虧的競爐 出現實際上 在這個目標 當初的想像 什麼 不像文學家的想像 它 必須 把它想像 立足於經驗事實之下 經驗事實是什麼 就是史料 就是你一定要有所根据来想 那两件事情 这一件变成另外一件 你把它连接起来 那中间的那些部分 你把它解释出来的那些部分 是你自己加进去的 可是你加进去不是凭空 你一定看这个跟这个之间的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历史家的工作 就是建立事实关联 事实关系的这个能力 那历史学家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能够看出历史的这个事实 背后的一些东西把它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是在2005年 学家该把那些材料之上的定律 好 这些出现了这个概念 把那个材料之上 材料背后的东西 要把它找出来 那是什么呢 里面 德文叫做Idean I-D-E-E-N 里面 这个这个字很奇怪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像你们看那个柯林乌 那个很老的 就有六几年的书 Idea of History 那那个接近这个 可是呢 这个还是更强烈的 我待会再来再说 它在这个历史事实背后呢 有里面 那这个东西呢 一定要毫不扭曲地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个理念呢 就是历史过程里面的关联 它的发展的动力 能够看到这个历史事件背后 或是历史事件关联起来之后 它背后的这些 我们说真实的东西 那些东西他认为是真实的东西 那那个是历史学家要做的 背后的那个东西就是理念 这个理念跟描述有关系 他说这个最单纯的描述 就是描写这个东西 不能够只看外表 去量它的边长 量它的角度 在整体之中 要描述这个东西的整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活泼的身体在那里呼吸 还有一个内在的性格在诉说着 那自然变得很文学很文蒸蒸的 或者是很那个修辞学的比喻 好像把它比喻成有生命的东西一样 对他来讲历史是有生命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历史有生命 这是很奇怪 好 那我们今天还会讲 历史会给我公道 历史会给我公道 其实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大法官 他会复习 他有一个主宰是一个遗志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口语里面 还是有把历史看成活着的一个主体的 这种习惯 历史会给我公道的 历史会给我公道的 历史会说我是对的 历史怎么会说呢 对不对 那这个 他那个时候是相信 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东西背后 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好 他说这个 世界上重受交加的现象 就是这样做的 包括无穷无尽的事物 他们永远在刺激我们 要我们去了解他们 那历史学人追求的就是 背后的这个理念 他说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那这些人类的命运表现在各种观点感受 在大人物追求的理想当中 那这些理念 理念是很抽象的 是所有世界背后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去接近它呢 最容易做的办法就是 从大人物的思想里面去看 为什么从大人物的思想呢 那中国人 中文里面说得以佩天 那只有某一些人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意识 会跟这个历史发展里面的这个理念 相契合 就像我们说得以佩天一样 有些人的德性就是跟 跟那个道 是相契合的 所以历史研究呢 就研究大人物就好了 那小人物不要研究 那这个待会我们再看看 可以再重新再看到 好 洪宝德他认为大人物的使命感 来自哪里呢 来自他们对历史理念的认识 历史理念 他们就是认识的历史理念 历史理念 他们就在成长过程里面 就在他们的学习过程里面 在他的社会生活里面 他慢慢的认识了这个历史理念 那他们自己的所中所为呢 就跟历史的埋读 人类的命运相符 这个里面就强调了 就是说明了历史的延续性 到底是在历史主义的想法里面是怎么样 就是你投入了一个社会 一个社团 你经过了社会化 然后你了解他们的这个脉动 你变成它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你有开创力 历史理念预设是 历史的趋势跟目的是绝对的 那这个是历史主义里面很重要的部分 后来卡普普 卡普普 你们应该也听过 卡普普就是一个 一个 跟那个 那个 那个 嗯 维根斯坦 他 在时报中版里面有一本书 他翻译英文 一个记者写的 他说 维根斯坦的波普棒 维根斯坦是 是一个原哲学家 在 在 在剑桥大学 教书 然后 卡普呢 也是一个 是一个 维根斯坦的犹太人 他跟 维根斯坦差不多是一样 就是在 纳粹时代 就是逃离出来 可是他们两个的命运很不一样 那个 维根斯坦是 一个大师 他在一个学校里面就教书 然后 钱财横移 那那个 卡普呢 到处找教职 到处找不到 在澳洲教书 也教得不满意 不是什么名校 可是 波普呢 他觉得 他自己 对 他的哲学 有 有一个系统 然后 他跟 维根斯坦 在 他们的那个 college 他们的学院里面 曾经有个辩论 那个是 小圈子 里面的辩论 那 冬天 那个 有 笔炉的地方 那维根斯坦 就生气了 然后就把那个 波火棒 就是烧炭 烧炭 烧什么 有时候要调整一下 那种火 火势 或加一些什么 那个波火棒 就是 壁炉里面 那个 像我们的 像我们那个 那个 炒菜的那个 那个 菠菜 或者是 炸油条的 长文筷子 一样的 那个 铁棒 大家拿起来 要打那个 打那个 卡波火 那 那个故事呢 那个 有英国的记者 把它 把它写出来 英国人真的会讲故事 讲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 维根斯坦跟卡波火之间的 一些冲突 那 你们可以看 那这个也是 学术史过程的 一个东西 他做了很多 学术史的 追训 你可以 去那个 《时报》 找这个 维根斯坦的 莫菠话 卡波波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卡波波 我这边其实不用讲 卡波波 卡波波曾经批评过 那个 他说历史主义的 贫困 那个中文有翻译本 你也可以去找 历史主义的贫困 他就是 批评所有 把历史看成是一个 有目的的 有趋势的 一个东西 说 历史会决定我们 会 告诉我们一个方向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论呢 在逻辑上 完全是说不通 那他批评 不是 德国的历史主义 他批评是 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论 好 那这个趋势 其实马克思 他 他 其实也是 跟这个 分享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呢 他是把头 放在地上 把身体 放在上面 也就是说 他 觉得 那个 真正的 真正的 决定的因素 是经济 而不是理念 所以他的思想模式是一样 可是呢 只是因果的上下 关系 对调 历史的趋势 目的是绝对的 是必然的 它就是理念 好 我们进一步了解 什么是理念呢 这个理念 就是历史的趋势 跟它的目的 就是历史的发展里面 冥冥中 有一个方向 冥冥中 有一个 目的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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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东西是绝对的 历史主义 他们的 很基本的一个信念 这个理念 不只是 大人物心中想的东西 那 大人物心中想的东西 只是 整个理念 理念 里面的 很小的一部分 就在这个 世界史的 这个 发展这个理念里面 它只是其中的小部分 好 那这个是 是必然的 这是 所谓历史里面 绝对的 必然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大的 一个 看不见的 可是它存在的 一个 一个趋势 一个 一个目的 的 一个发展 那 历史 偶然的因素 是什么呢 是经济 是社会的条件 社会的经济 社会的条件 会变 那今天这里 繁荣一点 那里繁荣一点 然后 这边一个阶级兴起 那个阶级兴起 无伤 历史发展的 一个 大的一个目的 大的那个历史的发展目的呢 是绝对的 不会变的 周围的这些 经济社会的这些条件 会有起伏 有变 所以呢 了解历史理念呢 就是 融入 就是历史学家 融入 这个历史的必然性 要融入 这个趋势 跟这个 发展的 这个目的 这个洪流里面 只有这个融入 这个里面呢 这个才能够 才能够 了解历史 这样的人才具有行为能力 才是自由的 才有行为能力 好 从这边看 这个是 这个是 洪宝德的 想法 那后来在19世纪的史学家 他们也都分享了这个想法 所以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历史主义的史学里面呢 不管是 兰克 或是 就是普鲁士学派的那些史学家呢 他们 都 不重视 经济 社会 那些都是偶然的 就是 会 影响 会 影响一点点 这个 这个理念 这个 历史发展趋势跟物理 可是呢 它不会动摇它 那些都是历史的偶然性 那真正历史里面 不变的 一个 大的方向 是必然的 那个 那个东西 呈现在 伟人的 大人物的 的 传记里面 但是在生平里面 所以呢 历史研究 你就不要去研究社会经济了 你研究 大人物的 传记 研究外交 研究政治 在政治的活动里面呢 有很多的 比面存在在那里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研究的 研究的 我们说 方向的 一个限制 它 有些东西它根本就不要去研究了 那这个 是 也是我们说十九世纪史学 到了这个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 发生危机的 原因 那这些东西它们更不看 那这些东西对它们来讲是 外在的 偶然的 实地史里面的 偶然性的部分 因此 史学家做了描述这个工作呢 就是要把 事件间的必然的观念性 跟偶然的观念性 分开 就是经济的东西 这个我们把它排除一边 那经济也许会影响一些事情的发展 可是它的 它的 真正的这个关联呢 是在理念跟理念中间 就是理念 从一个理念到另外一个理念 这个人的理念 跟另外一个人的理念 这个理念 有绝对的关系 那外在的这个经济呢 我们可以附带的 可以提一下 那真正 要看到 历史中的推动力呢 我们去看 政治史 是看到外交史 里面的人物 他是怎么样 他怎么样作为 他是怎么样成长 那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 这个 也充分的显示出 那个洪宝的那个时代 应该还是这个农业社会时代 然后这个政治 跟社会的中产阶级 没有什么关系 社会的力量还不是很大 实际上是为能够真正掌握 评诡系维的现象 因为精神在帮助我们 好 这个回到另外一个题 就是 那史学家怎么样能够了解这个 这个历史的理念呢 好 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 历史研究者 他也有神性 他也分享这个理念 理念的一部分 也有精神 也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精神 会让我们跟这个理念有共鸣 能够让我们 协助我们了解这个 历史发展的这个目的 这个形成的 或者是构成的这个整个理念 这个精神 我们讲说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神性 或者是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慧根 然后这个慧根 就是跟这个 佛祖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 自大自刚的 整个意识是相通的 因为他我们人有精神 所以我们能够 能够来掌握这个 历史背后的这个理念 所以人的精神 在历史主义的史学里面是 他是这个历史 这个大这个理念的 一小部分 他使得 史学家能够接近 那个未可知的 历史背后的理念 精神是人 所以能够接近神的原因 这个历史主义 里面有 很明显的宗教的色彩 就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史学 其实是 从虔诚主义 从虔诚主义 Pietism Pietismus 虔诚主义里面出来 还有很多 拉曼主义的里面 神秘主义的色彩 神秘主义就是神不可知 历史 历史的发展 它有一个理念 可是不可知 你怎么样去了解 你可以接近它 可是你永远 没法掌握它 那这个我们说是 浪漫主义 请问绝对不会说 不是说这个 请问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它相信它是一个理性 它是说 我用我的理性 我就可以晓得 你看 你要知道什么 你去翻百科全书 我没有百科全书派 我把所有世界上的知识 全部都已经列出来了 你去看就知道了 可是浪漫主义不会 浪漫主义说 有些东西 你永远不知道 你可以接近它 你可以感受它 我们有跟它相连的地方 可是呢 你没法真正知道 那其实这是 这是我们说 宗教性 也是那个 启蒙他们放弃的部分 在这个浪漫主义里面 非常的活耀子 在他们的思绪里面 非常的活耀子 这个是 我们说 虔诚主义 跟那个神秘主义 是历史 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想法里面 很重要的成分 这是他的 也许最后一句话 就是 这个学家必须把注意力 专注于历史实现中 因为他有创造力 跟推动力 创造力 推动力 在这个历史实现里面 要把它找出来 那 就是 大人物的理念 就是创造力跟推动力 比如说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他推动什么样的政策 就是他去打仗 组织 军队 然后去作战 为什么而战 那这些东西 他的这个力量 他所呈现的力量 他所呈现的 要去走去的那个方向呢 就是 就是 他的 他的理念 那理念 等于 方向 等于力量 那理念 是存在在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这个 他个人的这个理念呢 有可能 是 跟整个历史的目的 是相契合的 那这个是 洪宝的这片 这片东西 好 你们看了 听了这个东西 你们看了 他的这些 我们说原始的这些 这些文字呢 那 你们 自己也可以诠释 那你们自己也可以 可以 进一步的了解 你们可以从这里面呢 知道 历史主义是什么 他跟 起零思想是什么不一样 起零思想是什么不一样 你不会被 被 如果是有很多人 讲历史主义 或者是 讲 讲历史主义的想法 思想 的话 你不会被 文匹 你们知道 历史主义是什么 因为 你们知道 能 如果经典 好 另外 我们接下来 讲 就是 这个 多威省能佩服这个 胡宝文 在这个历史主义里面 多威省也是 一个 我们说 一个 一个 阶段性 关键 是 关键 多威省 多威省也不是他学生 他 他 不算太久 可是 他没有上过他的课 多威省 他爸爸是 军墓 就是在军中的牧师 在多威省很小的时候他去过世 所以多威省其实 就是家庭学士 相当俱乎 他后来读大学的时候 当家教 在玻璃大学读书当家教 教什么呢 教希腊文 他希腊文为什么那么好 我也不晓得 这是 他会翻译 那个 克里斯托芬的鸟 那个是非常难翻译的 他并且是很多是一这样子 就把他的大意抓住 然后就翻 那个 兰克他们的学生 觉得 觉得这个多威省 那个太大尔化基 很尊重的史料 可是多威省就是很有才气 他那个 希腊的史料 他拿来 在埃华博拉之后左右都风圆 他 大学之后 没有钱 读书 他当家教 教希腊史 他教到有几个学生 他教到一个 你们也许晓得 是菲雷克斯 曼德尔松 曼德尔松 是一个犹太家族 犹太家族很有钱 曼德尔松 年纪跟他差不多 他说 那财奇忠古 助手家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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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做的曲子 这个 非常非常 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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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听 那个 菲雷克斯曼德尔松的 东西 菲雷克斯曼德尔松的 影响力 他的残器 后来 舒满 舒满 也推荐了很多人的作品 给他 因为他后来是乐团的指挥 他 是乐团的 伴手经历 所以他可以决定哪些曲子 他要演奏哪些 所以他有很大的 对新秀 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 德尔森 当他的家教 好 那德尔森 当 那个时候 还跟谁 差不多同样呢 那个 格林 我们上次讲到说 在这个 浪漫主义时代 德国他们会 寻根 我们的民主特色到底是什么 那就从民间传说 或是从这个 诗歌 就是民间的歌曲里面去 去看我们的民族的感情 我们最 民族灵魂 最深最深的地方 那些 最容易受伤 然后 最脆弱 或是 最期望的 那些部分 到底是什么 那些东西呢 就在 在我们说童话 在传说 在歌谣里面 那那个时候 有很大的 这个 收集的 运动 格林 比他大 23岁 所以 德尔森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 寻根的 一个 气氛里面 那 同时呢 另外一个 也是寻根的 德尔森民族 学生运动 被 梅特列打压 梅特列为什么要打压 他 梅特列代表是 贵族力量 1815年 那个 那个 我们说 拿破仑之后 的欧洲 世界的这个重组呢 是 梅特列主导 梅特列主导 大家读过 是 复辟 复辟的原则 复辟就是 原来你是哪一个国王 就是哪一个国王 原来 的 社会是怎么样社会 你就回到什么样社会 原来是什么 到底是 拿破仑之前的社会 因为是封建的社会 那你就尽量回到封建的社会去 那最不喜欢什么呢 最不喜欢民族 民族主义的民族 那民族 是 那个民族啊 对他来讲 就是 分割了他的 他的帝国 分割了他的权利 奥匈帝国 他是奥匈帝国的首相 奥匈帝国里面有很多种族啊 那你要讲民族主义的话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他就 他就分裂掉了吗 好 他当然不要 好 好 这个学生运动 他们讲民族主义 同时呢 他们也相信 启蒙里面的 的进步的思想 那个反封建的思想 所以 这个美特列 真的是 非常不喜欢 在 在这个 这个里面呢 在民族主义运动里面 他那个时候开始 有一次是在那个 这个瓦德堡 在烧书 烧书的行动呢 就是 那一支人 他们要 就是个人那个时候 很多帮 他们要 要整合在一起 学生呢 希望 因为在 跟那个 拿破仑战争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 有一个 学生军团 学生军团 是一个 普鲁士的一个将军 他 他 召集出来的 那个学生军团呢 大家 没有受什么训练 也没有支付 结果他们 怎么样去打仗呢 自己 自己 准备 呃 枪 又统一购买 他们出钱 然后 自己准备 衣服 那衣服怎么准备呢 他们就穿 自己一个 大衣外套 每个学校都有 然后去染色 染成什么 黑色 黑色最简单 咖啡色的也染下去 也变黑色 那你如果是 灰色的 也可以染成黑色 所以全部染成黑色 然后 光穿黑色也不太好 那他们就定了几个 金色的扣子 就是 金黄色的扣子 然后 还不太够 然后就绑一个 红色的鲤金 红金黄 然后这就是 德国的一致 后来的 国旗的颜色 那是从这个 学生军团 发展出来 那学生军团 那是第一次 所有德意志 各个邦国的学生 就是年轻人 有热血的聚在一起 跟那个法国的阿波人 去打仗 那这些呢 这些经验呢 就是德国第一次 他们聚在一起的经验 各个邦全部聚在一起 年轻人聚在一起 然后这个 南部伦战争结束以后 他们还重新聚会 他们说 我们这个学生社团 每个学校的这个 学生的这个社团呢 我们放弃 我们的区域主义 我们组一个 这个 全国 就是什么 全德意志的学联 这个 这个 当时那个 听起来就 就跟我们现代就很像的话 全德意志的学联 那这个学联呢 他们也用了很多 那个歌曲 就是民间的歌曲 因为这个民间歌曲 最能够反映出 这个德意志共同的 德意志歌曲里面 有一条歌 有一条歌 后来 被日本人拿去当学堂歌 然后那个 我们有一个叫封志凯 去日本读书 然后又从日本那边 把这个学堂歌 又带 带回到中国 然后在1921年的时候 在一个中学 那个 在中学当校歌 当校歌以后 后来 后来 变成 那个 学堂歌里面 那个 脱颖而出的 一个歌曲 那个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知道 是哪一首歌 尤子寅 尤子寅怎么唱 尤子寅 原来的唱法 不是很软的 而是很雄壮的 而是很雄壮的 碰碰碰碰碰 碰碰碰碰 碰碰碰 碰碰碰 碰碰 这个是 Tillingen地区的名歌 然后 学生把它拿来 当成一个 爱国歌曲 然后当成一个 他们的学生词 然后到了 中国以后 变成那个 孟娇 跟孟娇的 那个词 跟词舞颂 喝在一起 然后才唱成 那个 那个 很软的 很有感性的 对母亲的 那种 思念 好 这个是 得一致的 学生运动 其实也是 Poison的 我们说思想的 这个背景 然后这些是被 梅特列打压的 然后他们直接 烧书 什么书呢 烧 有关于这个 这个 我们说 梅特列的这个命令 还有烧 犹太人的书 这个时候 反犹的思想 就是 Antisemitism 的思想 存在 为什么反犹太人呢 因为犹太人 他 也最不喜欢民族主义 因为民族主义 一出来以后 他们没有地方可去 他们不是这个民族的 也不是波兰民族 也不是德国民族 也不是这个民族 所以最好 他们最喜欢什么呢 神圣 同盟 神圣同盟 是 你记得是哪几国 奥地利 普鲁士 跟 跟沙皇 他们的神圣同盟 那这些呢 就是贵族社会 他根本不要国家 就不要民族国家 他是超出民族国家的一个 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 犹太人 有他们的 世界公民的身份 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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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呢 事实上 也 也 烧他们的书 Doyson 是在这样的一个 状况之下 当时Doyson 是 在这个历史主义里面 少数 那个 反游思想 呃 不 强烈 或是 几乎没有的一个人 他的那个 Menderson Felix Menderson 就是犹太家族 所以 可以看出来 这是没有 没有明显的 这个 导师其他的 就是库鲁士学派 也是 兰克的学生 他的同事 他的同年纪的 像 Tajsk 或是什么 那个反游的思想 非常非常强烈 好 这是民族主义的 的 的背景 这是Doyson 好 他上过 黑格尔的课 上过 他的世界哲学史 然后 世界哲学 世界的精神 是从哪里出来的 从中国 然后 一直演变到之后 那个 在中国当时只是萌芽 世界史萌芽 然后到了这个 希腊 到了 到了 埃及 然后最后 到日耳曼 日耳曼 日耳曼代表世界史 就是 人类精神 到了一个高峰的 一个阶段 这是他跟他上课 另外他学语言 考证学 是跟Burck 南克 那个时候 从中学 转去玻璃大学 任教 朱维神也上了课 那这个中学转租玻璃大学 在中文世界里面也有过 您知道谁是世界中文的名字 前梦 前先生 他研究的东西非常非常好 那 顾学刚 他说 去 燕京大学 然后后来从 燕京大学 又 又到北大 当时 有些人不喜欢他 就 他在历史系要开的课 人家 不准他开 也很 也 就是 跟北大 也不是非常的齐和 可是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 就是 研究做得非常好的 人呢 他不一定要靠什么样的一个制度 要一步一步的 要深等 要提出什么什么 你好 大家 觉得你好 有人推荐 有人 觉得你确实好 人就 就 他是 南克 应该算是南克的学生 南克比他 大 十三岁 所以南克跟那个 跟那个 那个谁啊 跟那个洪宝德差不多 洪宝德比南克小一岁的样子 好 他们是 南克 对 OK 1833年 我刚刚讲出他的希腊文很厉害 1833年 他就 发表他的博士论文 雅历山大大帝 创造出泛希腊化的概念 进入 頂尖的史学家的 这一地 我们今天讲说泛希腊化 就是雅历山大时代 把希腊的文明带到了东方 带到了北非 他是 罗马帝国 那个 衰尾之前的一段时间 这个 我认为这一段期间 在西方的意识领域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讲泛希腊化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阶段 那这个名字是谁发明的呢 发明的 就是博士 那他在33岁 在23年 25岁的时候呢 以前的史学家 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段期间的重要性 他就注重这段时间 然后做亚历山大的这个历史 然后说这段期间 是所谓的泛希腊化 可以冲到一个概念 到今天我们来用 这个是有七派的一个 他写亚历山大 然后也是有原因的 他博士做了以后 也取得教授的资格 可是呢 一直都没有职位 他在 他在玻璃大学 就一直 一直待待待待到这个 1840年 他穷得穷得不了 那个时候他 32岁 他说不行 这样子不行 他就去了一个基尔大学 基尔大学那个时候是丹麦的 那个什列斯威 什列斯威 什列斯威 好斯顿 那个时候是丹麦 丹麦国王的领土 虽然是德语区 德国人住的地方 可是他是换给丹麦 他去那边 那个地方一个大学 叫做基尔 基尔大学 他去那边交 他在那边呢 是德国人 是普鲁士的这个地区 是德语市的地区 可是呢 是丹麦国王管 所以他那个民主主义 在那边也变得特别的强烈 古代史 希腊史 就不做了 去那边交什么呢 那时候本来他们就要所有的意识都要交 那他就开始做近代史的研究 那1840年去那边 然后在那边交了几人书 那个做的研究呢 都是跟近代史有关系 近代史就是1800年 或者是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 拿破仑战争 他们叫解放战争 有关系的历史 希腊史 他已经忘记了 他那个 1846年 1847年 1847年 那个时候 什么事情呢 德国 推动统一 推动统一的过程里面呢 他 就是在法兰克福呢 就是 就是 各个邦的代表 他们说 我们 来 来 那个 制定一个宪法 来 以宪法 来献给 我们心目中的一个 一个邦国的国王 那有些人是 心里面想的是 是奥匈帝国的皇帝 献给他 让他 当 全 统一的德国的 一个 一个 皇帝 或者是 有些人心里面想的是 普鲁士的德国王 威廉斯 所以 这个各怀鬼拍 大家去 聚在那边 变成一个 一个 后来是国会 就是 德国还没有统一 可是呢 就先有一个国会 就是德意志的这个国会 他就当了这个国会的议员 在这个 这个国会里面呢 就写 宪法 好 充满了理想 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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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的一些想法 希望这个 国王 希望这个 奥匈帝国的皇帝 能够接受这个宪法 受这个宪法的约束 然后把德国整个这样 统一起来 可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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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在国会里面 他这个是我们说 一个学者 就进入到了 现实的 现实的这个政治 生活里面去了 他是主张 普鲁所为首的统一政策 反对奥地利哈斯斯堡 加勿王室 那就是小德 小德国的一个 推动者 跟勇士者 哈斯堡他为什么反对呢 很多原因 就是包括他的 他的历史 特别是他的种族很复杂 他希望有一个 纯粹的 一个 德国的 他一直对普鲁士 认为普鲁士 是 在这个历史的理念里面 有一席之地 历史发展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 有一个目的的话 那这个普鲁士 是这个方向跟目的的一个 一个 我们说一个 一个 代表人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 在这个国会里面 他的立场 他的史学作品 到后来的普鲁士的历史 跟 约克将军的传 还有另外一个是 威马大公传 那这个都是我们说很典型的 这个理念史的写法 写别人的传记 把别人的理念呈现出来 把将军的这个理念呈现出来 但是这些段呢 他都是以这个普鲁士领导统一 为一个策划点 来看这个约克将军 来看这个威马大公 以及普鲁士的历史 他很强调这个党派之间的历史叙述 他说有一些历史研究跟叙述 绝对不可 规避党派之间 你没有立场 你就很难写历史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你没有主观的意见 你没有看法 你写什么历史 你一定要有激情 要有主观的 你才能够了解到历史里面的 他的就是历史行动背后的 主观的一些力量跟靠向 他非常强调自己要有立场的 要有党派之间 我们先 讲1848年 后来他们就写了一个宪法 我想你们也知道这段故事 这个宪法写出来了 他们很高兴 然后就派人坐了马车 就从法兰克福 因为他们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叫做保罗教堂 在那边聚会 那你如果去德国去玩的话 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 一定要看 是原型的一个会议厅 在那里面 曾经有德国的所有的支持界的代表 从各个旁边坐在那边 绞尽心思 然后替德国建立一个宪法 这个宪法 张俊麦 我们的五五宪法 还参考了他们的1848年的法案 这个宪法出来了 他们也讨论出 他们小德意志派获胜 他们就说好 我们就去柏林 去把这个宪法献给我们的柏林 这个普鲁士的威延斯士等国王 然后呢 恭请他 当全德意志国家的皇帝 哦 大家鼓掌拍手 然后就高高鲜鲜的 就走马车去柏林 结果请见 然后就把这个 先把献给他 拿一个 这个 也没有真正的皇冠 可是呢 就是等于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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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得意志 新的这个国家 冠冕 送给他 结果他怎么样呢 那个漫画里面 就当时的漫画 就 看到 就画了很多 他把那个 那个皇冠 啪 就丢在一边 这个 他用来翘一下 然后 轻描的 那个漫画画得当的很传神 他把那个 那个皇冠 就在他屁股后面 然后他 这个 好像不屑一顾的这个 这个 看着他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当时不能够 从 市民 市井小民的手中 来接受皇冠 我要皇冠的话 一定是从天 从神 那边 知道 他为什么不要这个皇冠呢 他不会把自己放在宪法的约束之下 宪法是中产阶级 是知识阶层 他们定出来的 是要 要君主来接受这些约束 他虽然是当了国王 可是呢 他要受约束 那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 这个 自由自在 当普鲁士的国王要好 并且 当普鲁士国王自己是 是国王 可以决定一切 那当普鲁士 当全德国的 德意志的这个皇帝 万一人家不听我的 那怎么办 万一其他的帮不接受 那我接受这个皇冠 其他的帮不接受 那怎么办 还不如我先拒绝这个皇冠 让其他的帮也觉得心里比较好受一点 等于说 我不要统治他们 当时还有另外的原因 就是 统一了以后 普鲁士的军队 普鲁士的行政 必须要融入整个德国 所谓融入整个德国 就是德意志的军队 不再 普鲁士的军队 不再是普鲁士的军队 普鲁士的军队 是全德意志的军队 那也就不是他的军队 那是全德国的军队 所以他不要 那不要 自由主义 当时垂头上气 还不只是这样 他就派军队去法兰克福 就乱民在这边 邀言过重 然后就派了起兵 派了顾民去驱散他 那这是德国的 自由主义的一个挫败 如果自由主义 从那次挫败以后 就一蹶不振 一直到 一直到 我们说 1945年 到 1848年到1945年 差不多 刚好100年 自由主义的传统 这种 几乎 在里面 断断续续 很难看到 一个真正的意义 威延四世 他就从白沃洛斯把贵族叫回来 那个贵族是在里面当大使公使 那个贵族叫什么名字呢 比斯麦 你们都知道 比斯麦 回来一风鳝就开始整军 开始强烈的 对付普鲁士里面的議会 那普鲁士本来就有一个议会 可是这个是象征性的 比斯麦回来后 更不让他们讲话 然後整軍 然後在十幾年之後呢 一下打仗 贏了奧迪迪 贏了丹麥 最後一下又贏了法國 哇那個普世贏法國那還得了 哇那個以前拿破人多厲害啊 那個普世多別啊 那居然連續幾個戰爭 砰砰球打贏 打贏好不好呢 德國統一了 可是有一些東西就永遠失去了 什麼呢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傳統 憲政 憲法 來約束這個君主的權利 把這個 把這個我們說明義 透過這個憲法 來 來落實在這個實證上面 這個東西 沒有人相信 為什麼沒有人相信呢 因為你看德國統一是怎麼統一的 你們法安克福在那邊討論半天 一點用都沒有 怎麼樣有用呢 打嘛 軍隊嘛 他們非常的崇拜權威 非常的 對這個我們說 觀聽 就是國家 這個尊敬的部分 他們 是真正的了解 這個 這個我們說 在國際上生存是怎樣生存 他們非常的 對國家的崇敬 然後對權威的這個遵循 然後根本不要思考 不要反抗 也不要批判 也不要 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很多的傳統 都不要 那這個是 我們說德國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命運 這個命運裡面呢 我們說 德國是曾經參與 他在這裡面也挫敗過 他挫敗以後 他真的 真的 就是越來越 相信普魯士應該要強 他的自由主義 有很多的另外一些色彩 就本來洪寶德所講的這個 講的那些東西呢 他在他身上呢 有更強烈的 國家的色彩 國家主義的色彩 民主主義的色彩 好 我們現在再回到德國一生 德國一生一直都不喜歡他的老師蘭克 他認為說蘭克在歷史上 歷史研究裡面才 不踩普魯士立場來認出意識 那這是德國一生說的 德國一生說 蘭克追求的是 換官式的中性以及客觀性 換官式的中性就是 你研究你不要有立場 不要有激情 不要有打派 那你不站在男生這邊 不站在女生這邊 你站在中間 兩邊都不是 他說你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完全不能夠追求到歷史的真實 那可是蘭克他是怎麼樣的看法呢 他是認為 好 我們先講這個 那這個德國一生他的這個歷史知識理論最突出呢 甚至強調歷史研究的主體性 就是他自己的這個立場 他自己的觀點 自己的比如說自我 一定要在歷史知識建構裡面 要有一個積極的一個角色 不可或缺 你沒有這個 你根本不可能展開歷史知識的追求 那這是他 那蘭克是怎麼樣呢 蘭克追求他的名言 我願我的順而消融 讓歷史事件自己發生出錯 他說我是研究歷史 我在這個一大堆的這個書籍跟史料裡面 他的客觀是什麼呢 他說我像一個 一個什麼一樣 宋而消融 宋而消融 非常失憶的一個畫法 Bless them all listen to come 就是一下子就沒有了 沒有了 自我沒有了 那歷史史料 他自己會訴說他自己 那史料自己說出來的 那當然是最真的對不對 沒有我任何的扭曲呀 沒有任何人在扭曲他 史料自己講他自己 那這個是蘭克所說的 從今天的觀點而言 這是一種實政主義的態度 一種幼稚的史料主義 史料自己會講話嗎 也許會吧 你把它選出來 你把它剪裁好 你把不要的東西拋棄 他自己就講話了 你要用哪些史料 或不用哪些史料 也是準備好了 然後史料當然會自己講話 可是這個準備的工作 跟選擇的工作 就是主觀的 我們當時也有史料主義 我們說 歷史學就是史料學 史料學就是歷史學 所有的歷史解釋 從事這個歷史理論 歷史解釋的人 都不是我們的同志 那是誰講的話 那個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的 法根詞 你們去看一下 富士連 那個時候他非常非常相信 動手動腳找材料 就是上窮避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材料 找材料 這就是歷史學 只要 只要 把材料整理好 考證好 找多 找很多 歷史學 就是 就是客觀 那這個是我們在 一九二幾年 三幾年 的時候 我們 籠罩性的 就是 主導性的 不一定是主導性 當時馬克思史學院 也在那個地方 前幕他也提出 他自己的歷史解釋 那這些 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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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連他們來講 對富先生他們來講 都不是科學的史學 好 這個 這個我們說 是跟蘭克的 的態度 是 呃 是非常非常地 契合 那這個 不代表說 那個我們說 富先生先生 富先生他 他 讀過很多 蘭克的東西 可是他 確實是 去過德國 去過柏林 在那邊 感受到一些 一些 什麼研究的方向 在那邊有很多 很大的 那個史料搜集的工作 我想這些 那些的這個 東西 剛好配合著 當時 呃 中國的 對科學的 崇拜 的崇敬 呃 很多東西 結合在一起 然後產生這樣的一個 說一個 實證主義態度的 史料主義 相信史料 他自己 會 因為 我願意 我能順耳間 消露 讓歷史事件自己發聲 這是 這是 我們說 是 德維森 他 他認為 這樣 是一個 不可能的 是 沒有血 沒有淚 沒有神經的 他說 all the blood all the nerve 沒有血 沒有 沒有神經 其實也是沒有大腦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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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解釋 那個 德維森 是 是 很激烈 藍克當然是不喜歡他 他在 一八五幾年 在耶拿大學的時候 他申請 那個 回玻璃大學行政教 申請好幾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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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維森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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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維森 放在 倒數第二 就是整個名單裡面的倒數 放在韓後面 那結果呢 結果那個多威省他在政府裡面有關係 有關係就沒關係 那他是什麼關係呢 他幫威馬大公寫過傳 威馬大公他的堂兄 他後來是 我們說駕到英國去 一個男的怎麼駕到英國去呢 因為他的那個夫人 是大大有名的人 是叫什麼 維多利亞人王 那他的這個關係呢 他跟王室的關係 其實是 那個最近有一本那個 其實不是最近 1978年 有一本那個多威省的傳 他說他回到了 玻利大學人校 那個那個蘭克 那個立足他 就是阻止他 阻止很多次 可是呢 他的這個官方的關係 終於那個 那個 讓他 有收穫的一天 有收成的一天 他就 就 就 我看是哪一年 1859年 還是1859年 就回到了 他曾經讀書的地方 一直都 當1859年 進不去的那個地方 他就 又回去了 那 這是他跟這個 蘭克之間的 我們說 一個緊張關係 這個緊張關係呢 事實上 在這個 他的這個知識的客觀性裡面呢 其實表現得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清楚的 那 蘭克還有其他學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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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人呢 都是有父 不如是各邦 就是怎麼樣 可是這些 這些人 每個人對他們的特色 那他們對 歷史客觀 比較 偏向於 像 像 多維森 可是呢 他們也做了很多 史料收集的工作 一般來講 他們的這個 歷史研究呢 比多維森 要 雜實 就是 他不是 他也是 政治 導向的 歷史研究 可是呢 這個多維森 很特別 很特別 強烈的 出入式的 立場 好 這個我們剛剛 剛剛講過了 就是這個 立憲 沒有 沒有成功 然後 他回去 就是多維森 真正在做 做 歷史 歷史 理論的反省 就是在1848年之後 他 回到大學 從這個政治 回到大學 他最 最著名的東西呢 是 就是 歷史 知識 大綱 歷史 知識理論大綱 那 那個是 他在 在1857年 開始講的課 就是大學的 講稿 然後 1858年 就開始 把這個東西 手稿印給學生 所以他 那個時候不算出版 可是1858年 就是 最早最早的 手稿 是在那個時候出現 那 這個時候呢 比他年輕很多的 比他年輕13歲的 一個 英國的一個 身體很弱的 一個 一個小子 叫做巴克爾 他 也沒有 沒有經過大學 他 在家裡面自己讀書 和媽媽 媽媽教他 身體也不好 那 自學 然後讀書很用功 讀了很多很多書 家裡面很有錢 所以 他 年紀很輕 可是他就 有一些 志願 有一些想法 他 從孔德那邊 得到了很多的 一些 我們說 一些刺激 覺得歷史學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那 人類的歷史呢 應該跟 跟這個自然史 跟自然科學一樣 要有規則 因為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呢 應該要建立規則 要注重 那個 大多數人的事情 他那個時候寫了 英格蘭文明史 他用兩冊 第一冊是1858年出版 然後 1859年第一冊 就翻譯為德文 他承受的影響是 孔德的時政主義 第二是 孟德斯鳩的 地理決定論的影響 那地理決定論的話 就是 人的意志 人的理念 根本是不足為道 人有理念 有什麼要不行 這個理念從哪裡來的 這個 氣候影響 地理影響 你住在山裡面 你住在山裡面 你的氣候是怎麼樣 你長遠來講 你的思想跟你的生活方式 就會被這個地理所塑造 這個 這個 我們說也是一個 這個 這個 實政主義 就是 實政主義就是 在意志裡面有一些規則 那這個規則是什麼呢 是放置四海 最接準 你在這邊也可以用 在那邊也可以用 就是有一定的定義 可以找出來 那 沿海的人 比較富裕想像 在內地的人 比較紮實 比較怎麼樣 這個也是大龍小中說 或者是 是 那個 那個 在 在 在 嗯 中國的史學界 也 多少 可以遭到這方面的 這個 這個影響的這個痕跡 你 訴說 這古代 古代 各個小民族 氏族之間的 衝突 跟國跟國之間的衝突 的時候 也可以 也有人用了這個 想問的是 就這樣的一個 歷史決定論的 歷史 地理決定論的 一些 一些 一些想法 那這個是很典型的 就是 典型的 或是早期的典型的 實政主義的 一個 歷史的看法 這個 英格萊文明史 這個 巴克爾寫的這個 英文書 他就是追尋 這個歷史裡面的 定規律 那這個 對這個 歷史主義的人來說呢 完全不能接受 可是呢 這個是在學界裡面 不能接受 可是 他 1874年 就是 1862年 63年 翻譯 就是上下冊 翻譯出來 到1874年 一共是十幾年中間 十三年 十四年中間 發行四百 在非專業的 學家圈圈裡面 非常歡迎 因為那個時候 社會大陸文主義 那個大陸文學說 還有這個 社會 就是自然科學的 這個發明 非常的 進步得非常快 所以大家對科學 非常有興趣 那玻璃大學校長 生理學教授 杜布雷 是 是一個生理學教授 跟那個 跟那個 德國 那個 物理學家跟其他人 都非常的熟悉 並且都是好朋友的 一個人 他也是當過 公立科學院的 院長的人 他認為 他是 他自己說 他是巴克爾的信徒 他覺得 真了不起 在歷史學 歷史學裡面 也要找這個定律 他覺得真的是 這是很大的進步 然後他就到各地去演講 在文化的場合裡面演講 雖然他是生理學的教授 可是他覺得他懂 然後他就在 在各地演講 把人類歷史分成六個演化的階段 然後 他的名言 是什麼呢 肩負人類文化的 推動人類文化進步的是自然科學 以及自然科學史 即是人類歷史 這個 這個 當然是非常 強烈的 這個 我們說 一個 一個 口號 或是一個 一個 論點 波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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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大家曉得 就是 我們的史學法法論的書 台灣的史學法法論 當時很早 有梁啟超寫過 波羅漢的書呢 是 1832年左右 是陳濤翻譯的 陳濤是誰 我不曉得 怎麼找 找不到 那個書 你們看波羅漢的史學法法論 你們去商務去找 街上找 很老很老的版本 商務印書館 人人文庫 還有其他的版本 這個 這個 沒有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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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簡介 沒有這個 字序 也沒有什麼 沒頭沒尾 可是 裡面翻譯的文字 好得不得了 非常好 那 在民國初年 很多的翻譯 的東西 是從日本裡面翻譯過來 剛剛講到那個 我們說 包括那個 《學堂歌》 也是日本裡面 翻譯過來 還有很多的書 就是介紹日本的版本 因為日本人先把它翻譯成 從英文 從德文 從英文 翻譯成日文 然後我們很多人懂日文 然後把它翻譯到中文世界裡面 可是這本書呢 不是 這本書為什麼不是呢 我左看右看 前看後看 那裡面的文字 漂亮 那日本文字 也不太多 幾乎沒有 柏倫漢這個名字 柏倫漢 柏倫漢 有一點點 日本腔 可是 在裡面 真的真的 不是 所以我 一直在 在想說 這本書到底是誰 陳濤 是 我真的不曉得是 他是誰 好 我還在找 找到以後 我會寫一篇文章 然後你會曉得 他是誰 好 那 為什麼呢 因為柏倫漢 他也 他也習到那個 多一神 多一神 他這個 這個中文 這個 陳濤他翻譯 那個多一神 不像我 我翻譯的那麼難 那麼難看 多一神 哪有人姓多的呢 對不對 D-R-O-Y-S-E-N 多一神 應該怎麼樣翻 比較好呢 柏倫漢這本書裡面 他翻成什麼 翻成姓戴 那個D開頭的姓戴還不錯嘛 對不對 D 戴露孫 露是什麼 福露審的露 孫是孫子的孫 戴露孫 太中國 太中國味道了 那個戴露孫 絕對 日本人絕對不會翻譯這樣 所以 我從 很多點 裡面 就可以 就可以 先猜測 他是 從德文直接翻過來 那誰的德文這麼好 那誰的中文這麼好 那這個玩法 我還在 還在那個什麼 還在摸索當中 好 那個波羅漢 他介紹過這本書 在1880年的時候 介紹這本書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教職 那波羅漢那時候還蠻可憐的 他已經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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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博士畢業了 然後已經 教授資格已經拿到了 就像那個多威士一樣 可是他找不到教職 就是 台灣現在也有國嘛 對不對 就是找不到教職 可是他那個時候 寫這個東西呢 所以我覺得他不敢 那個 非常的支持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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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克爾的 英格蘭文韻史 他其實對 對這個 寫群眾歷史 他很有好感 然後對這個 歷史 找這個 規則 他也很有好感 可是呢 他在這本書裡面 不敢講 太大聲 因為1880年的時候 他還沒有教職 然後誰 是史學界的老大呢 南科還沒有過世 多威森還沒有過世 那多威森跟南科的學生 到處都是 那你如果是強調 這個規則 強調什麼的話 那你就 不太容易找到實習做 我們說學術界的權利 的關係 好 他 可是呢 波羅漢斯批評 他說他沒有忠視大眾的生活 寫得太少 他在裡面追求 歷史的法則 這導師他 覺得做得不錯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說1863年 多威森在 在 在那個時候 看了這本書 他就討厭 覺得 這個歷史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裡面的理念 歷史裡面的理念 根本不見 那如果是歷史要找規則的話 那 那 人的意志就可以不用了 就全部 用統計數字 用 注重群眾的話 那這個大人物也可以不用了 所以 這樣的方向 他絕對不能夠接受 好 他 在史學雜誌裡面 評論 等於說是 代表 德國的史學界 來 發聲 說 這樣的東西 不行 然後他的這篇 這篇 那個叫什麼 提升 意識學為一本科學 這是 暫時又暫時發表的 書評的這個名字 這個是 我們說 歷史 歷史主義在 中後期的一個宣言 就像那個 洪寶德的那個 那個書一樣 一樣的這個 主要 好 他是一個宣言 他承訓了洪寶德的傳統 然後 他提出 自己陣營裡面 對歷史學 如果成為一個 學科的看法 或是變成一門 有方法 有紀律的一個 一門學門 好 歷史學研究的 對象 他認為是什麼呢 他認為是 倫理世界 他比這個 洪寶德更近 更具體 他說 是倫理世界 倫理世界是什麼 這是歷史研究的 對象 那 是人脫離自然狀態世界 是第二個創世 第一個創世 是人出現 那那個時候人 對他來講 是自然的一部分 好 另外一句 你如果是自然一部分 你如果要研究 研究這個人 你只研究這個狀態的話 你可以像巴克爾 或像其他人一樣 你可以用實生主義的方法 或者是用 用統計 用規則的方法來研究 可是 他認為說 歷史研究的對象 不是這個自然狀態 歷史研究對象 是研究 倫理世界 這是第二個創世 就是 人脫胎患 從自然 自然人 變成一個 有意志 有社會 生活 有理念的 一個人 那那個人 才是政治歷史研究對象 他稱為他的研究對象 是理念的社會 那這個 這個理念的世界 或者是倫理世界裡面包括什麼呢 包括語言的共同體 家庭 教會 國家等等的 然後他裡面的活動 是衝突 事業 動機 技術等等的 像糾結的活動 那他定義 歷史 是研究的 這些對象 他批評 然後 他之後 六八年寫的這書呢 基本上 是從他的這個 書品裡面 連織出來 以及他的教學 連織出來的東西 好 他非常強調的這個 他在這個 董寶德所提出來的這個理念 之上呢 做了很多的這個解釋 他同樣的相信 歷史發展由神所引導 他目的 歷史學家 是藉著歷史的材料 要了解歷史的理念 而接近神 他 同樣的 出自於一個 前程主義的宗教的信念 他用這個 倫理傳奇 這是他 思想裡面 就是 最核心的部分 也是解釋這個理念 解釋最好的部分 倫理傳奇的概念 說明這個理念 也同時呢 說明歷史的延續性是怎樣 也就是說 一個人 在這個社會上 你必須要加入到這個 一個社團 教會 家庭 或是語言團體 你了解他的這個 這個發展的過程 他的淵源 然後你融入到他裡面 然後你才有 行為的能力 你有行為能力 就是你有自由開創的 這個力量 好 倫理傳奇是第二個創始 他已經不是 人在這裡面已經不是自然的人 他是有意志 有這個理念的這個人 作為歷史研究對象 歷史不是要 是一個研究自然的現象 而是倫理系的人 人的抑鬱方向 跟融入團體 推動這個團體的過程 這是他跟這個 我們說 評論巴克爾 不能夠接受巴克爾 認為人是 是自然的一部分 這樣一個講法 的一個 一個理念的基礎 好 人融入團體之後 了解他的發展 產生自己行動的能力 你進入到這個團體 你融入到他這個理念 你了解到他的這個 這個發展的過程 你分享了他 背後的所有的理念 然後你變成有行為能力 有行為能力的時候呢 就是你已經有了你的自由 你可以做事下去 能夠隨心所欲的做 所謂隨心所欲 其實 從今天角度來講呢 就是你已經被制約了 那你制約了 你再隨心所欲 那這個是他們的自由 就是德國的自由的觀念 是這樣的 那進步 也不是普世性 向上發展的階段 進步是各個民族特色 跟價值重 因會逐漸明顯 逐漸具體的過程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賀德 他說每一個國民 每一個時代都有他的核心 那這個進步是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核心裡面的價值 本來是很不太清楚的 可是在這個發展過程裡面呢 越來越有輪波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有制度 來呈現這些價值 越來越明朗 從這個淫毀更明朗了 對他來講就是進步 他不是像這個啟蒙時代的進步 是複數 是一步一步 像這個我們說經濟生活 跟這個社會秩序的穩定等等 所形成的一個直線性的移性 那這是他的這個自由的遺憾 跟進步的遺憾 那這個自由的遺憾 跟進步的遺憾 其實這是美國人他們很想知道的 或是英國人 德國人為什麼會發動這個戰爭 德國人看起來跟我們很像 為什麼根本上跟我們不一樣呢 他為什麼這麼樣的這個 這個我們說 這個 相信權威 然後 然後 有這個 戰爭的這個傾向 他說 一定他們思想裡面有什麼東西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 可是他們也講自由也講進步啊 好 那美國人說 他們的自由跟我們的自由不一樣 那我們的自由是天人而自由 是 是 可以 可以 有具體的 潛行的自由 居住的自由等等的自由 可是 可是他們的自由是什麼呢 他的自由是 你必須融入到這個團體以後 成為這個團體一份子以後 你才有自由 你受這個團體的很多的這個 這個約束以後 你才有自由 這他們的自由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那 這個進步呢 也不一樣 那德國的這個進步是什麼呢 進步就是你這個團體的特色 從營毀變成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明顯以後 那跟 就是 你的這個活力越來越擴張 你的制度越來越完善 那麼跟別的民族會發生衝撞 那在這個德意志的 這個進步的觀念裡面 衝撞是免不了的 就是戰爭是免不了的 犧牲是進步的一個一個象徵 所以他們對犧牲 對人的生命的喪失 對戰爭的產業 他們認為這是進步的一個現象 所以 所以這是 美國人 英國人 法國人 他們很想知道 美國人他們在思想上 到底什麼跟我們不一樣 確實有什麼不一樣 從歷史主義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們對國家不是一個必要之惡 他們對國家是 是 是 道德的化身 他們的國家 有文化的使命 就是 一個民主的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 發展不下去 如果沒有國家的話 所以 國家出來 它肩負著這個文化價值 繼續發展下的使命 但是跟西方 我們說 因為一些西歐其他國家 對這個國家 基本上是 非常懷疑的態度 是非常不一樣的 好 奧醫生 他的詞卻裡面 我們看到 最高的自由是為至善而活 為至終的目的而活 意識發展 以及必然性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次 必然性就是 歷史上面有個理念 意識發展是自由的 如果那麼樣子之一 是真的 就錯了 必然性就是自由 你加入這個必然性 你就有自由 你這個自由到最後 也是強化這個意思 必然性 好 他意識研究對象 是大陸 他這邊講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話 只會維持生活的重人 就是群眾 只按習慣就業做事 跟著潮汐移動 潮流移動 他們在歷史的工作中 在歷史的生活裡面 無所謂意識 他們是跟著人家走的 無所謂選擇 他們是跟著走的 他們是不自由的 他們是下層群眾 他們好比營神賽會 流行的無罪 而歷史的發展 這些人是無罪 誰是無罪 這些人是無罪 所以歷史的研究的對象 他們非常不一樣 那這樣的一個研究的方式 或是取向 在19世紀末 失去了他的說服力 失去了他的說服力 就是沒有人相信 學生上課 他也不要聽這些東西 你講你要開什麼史 他說 不用開這個政治思想史 我們不要聽 我們要聽社會發展史 那這個是歷史主義的危機 危機它有兩個元素 一個是理念史學 不是工業化過程中 興起的社會的力量 就是群眾 它根本 從頭到尾 就沒有沒有注意過 裡面使 與歷史敘述合理化 也就是價值 跟政治立場 我們剛剛講的相對主義 就是相對主義的一個根源 就是以一切東西來 一切的東西 都以歷史的眼光來看 然後歷史可以合理化 一切的東西 那到底什麼東西是好的 什麼是真的 那最後 每一個東西都是好的 那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 相對主義的一個困境 大家必須要走出來 南普勒西特 嘗試 那 佛羅漢 對他也蠻 蠻 蠻欣賞的 那南普勒西特 引起了這個 德國史學界的一個大論戰 這個我們今天 沒法說 這是大論戰 中間呢 那大論戰的特色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說 就是理念史學 跟實證史學的 第二度交鋒 那第一度就是 就是 就是 奪爾森 批評那個 馬克爾 那一次的一個交鋒 那這一次 是在 1900年前後 這是 理念史學 就是 意識主義 在維基時期 跟這個 實證史學 又再度的交鋒 十幾年的這個論戰 世界論戰裡面 維博 是第三實例 這個 這個 跟各位就提到 這個 我們也不細說 這個是 他提出的方法 是理想 理想內心 我想你們也 聽過我們多遍 這幾遍 我們也說 我最後 錄一章 這個告訴你 這個 韋伯完全跳出 歷史目的論的思考方式 就是 他已經 愚昧了 他不再像 那個 南克 像奪爾森 他們這些 這個世代的人 他們相信 歷史 有一個 必然性 有一個方向 他有一個目的 他完全不相信這個 他 真正 決定 人應該怎麼做呢 不是歷史 而是人自己的意志 就是人的意志 是具有主導性的 所以 在現實中 人的價值的抉擇 跟歷史沒有關係 那這個 他 他帶著這個思想間 從歷史相對主義的困定 走向了 價值間 永恆鬥爭的 另一個無處的 境況中 他還是相信 每一個人做的抉擇 都沒有辦法高於另外一個人 那個 歷史主義是 是以歷史來合理化任何一個價值 可是呢 他說 這個 這個價值不是你可以合理化的 這個價值就是你生活裡面 生命 意志 做的決定 好 那 他跳出了這個 歷史目的論的思考方式 可是呢 他自己 還是 覺得 價值跟價值之間 沒有一個高下跟依歸 還是 陷入在一個 我們說 一個永恆的鬥爭中 他認為這個價值之間的鬥爭 就像那個 希臘神話裡面的 諸神之間的爭執一樣 永恆之修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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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 同學要請問嗎 沒有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是不是再掌聲 我們今天下課 我們今天下課 好 我們今天下課 我們今天下課